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直此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的开局之年的年末 我们来总结一下在这一年里 在总书记的带领下 中共获得的九个一工程奖 这九个一是对这一年辛勤工作 在开历史倒车第一线的总书记的褒奖 更是让所有人铭记 这位为了反共事业亲力亲为 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者 一本书 10月16日 一本名为《崇祯秦政的王国军》的书 被中共下架了 网上一片哗然 大家都在猜测背后的故事 这本书的广告语可真够劲爆的 昏招连连不不错 越是秦政越王国 它描述的是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一个勤劳却结果悲惨的君王 最后还在紫禁城后的眉山上吊死了 而书封面上那个在虫字上加的上吊绳 意象够强烈吧 评论者们纷纷表示 这本书之所以被下架 可能是因为人们会联想到现任领导人习近平 自从习上任以来 虽然手握好牌 但被批评为多个项目处理不佳 导致烂尾工程频出 再加上它实现三连任 在党内的孤立态势 内政危机和外交孤立的情况 这一切都让这本书的内容和广告语显得尤为敏感 这本书的下架不仅是文化审查的一个案例 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权力 历史和未来的广泛思考 一张画 12月4日那天 杂文选刊编辑部发布了一则 让大家都侧目的消息 它要休刊了 而在最后一期封面上 那幅漫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画面中 一个巨大的手指正指引着众人向前 但悲剧的是 所有人都最终掉进了深渊 这幅画 让不少人立刻想到了中共的宣传方式 尤其是那些经常强调习近平指名方向的口号 无论是民营经济发展 雄安新区建设 还是中国脱贫 中美关系 一带一路 诸多宏大叙事中都有习的身影 但这幅漫画似乎在讽刺 尽管被标榜为明确的方向和前景 最终却是一场灾难 评论者们的解读多种多样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幅漫画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隐晦批评 尤其是针对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共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 这幅画的含义深刻 表达了人们对于当前领导和未来道路的深深忧虑 休刊的消息和这幅漫画 一起成为了热门话题 留下了人们对于言论自由 社会走向和未来的广泛思考 一首词 6月30日 求是刊登了习近平去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 引用了南唐后主李玉的 与美人中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来警示党员干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这首词充满了亡国之君 对旧日国土的无计哀愁和不舍 李玉在被宋朝俘虏后 常悼念自己的故国 而这句词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但是习引用这首词 在今天的中国 有人觉得似乎隐含着更深的忧虑 如果共产党的成员 不再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 中国可能会遭遇类似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 不过 也有声音反驳说 今天的中共已经和马克思 列宁的原教旨主义相距甚远 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色彩 有人甚至讽刺说 中共真正信仰的是权力和金钱 在这种说法下 习引用的这首词 不仅是对未来的警告 也是对现状的一种自我反思 不管怎样 这首与美人的引用 不仅让古词焕发了新的生命 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信仰 权力和未来的深刻思考 无论是赞同还是反驳 这首词和它背后的历史故事 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义高官 2023年 秦刚这位由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年轻领导人 被失踪 在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位前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的神秘消失 成了一件颇有标志性的大事件 激发了无数的猜测和讨论 想当初 秦刚的政治生涯可谓是一帆风顺 从驻美国大使一路升迁到外交部长 再到国务委员 这一系列高速提拔 显示了习对他的厚望和信任 习显然是相信秦刚忠诚 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棋手 但是就在他任外长不到七个月 国务委员仅三个多月后 秦刚突然失踪 接着被免去所有职务 这样短暂的任期 在中共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而更加震撼的是 后来的传言和报道 关于他可能叛变 甚至死于自杀或酷刑的说法 让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至今 中共对于秦刚已死的说法 没有明确回应 这种沉默 让外界的猜测更加疯狂 如果这些传闻属实 秦刚的案例 不仅仅是个人悲剧 更是对袭击整个中共高层的重大打击 一位曾被极度信任的高官如此结局 无疑让人质疑 究竟还有谁能得到习的信任 中共的高层又有谁是真正安全的 在权力的游戏中 信任和背叛永远是最动人心魄的主题 秦刚的故事 不论真相如何 都反映了高层政治的复杂和残酷 同时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 权力斗争的背后 是人性的千万种可能 一座城 2023年对香港来说 确实是充满挑战的意念 自从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 原本以一国两制著称的城市面貌 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种指标都在显示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经济指标 香港股市成了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这是多么讽刺的变化 从曾经的资本市场 繁荣到现在的低迷 投资者的信心似乎正大幅度流失 更别提香港IPA融资额的大幅下降 从2018年的世界第一 跌至如今的22年来最低 这种对比太让人唏嘘了 政治方面也是乌云盖顶 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创下30年新低 香港特首被拒绝参加APE峰会 这些都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香港现状的担忧和不认同 香港 这座曾经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 现在似乎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失去了光芒 当然 还有那些信用评级机构对香港信用评级的下调 这不仅仅是数字游戏 更是市场对未来预期的直接反应 英国用了100多年时间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而现在香港似乎在短短几年内就变成了世界金融中心遗址 所有这些变化 对香港这座城市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它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变动 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失落 香港曾经的辉煌和活力 今天似乎只能在回忆中寻找 一个字 一位财经评论人士把跌字选做年度汉字 确实 无论是房价 股价 收入 出口 投资 汇率 就业还是生育率 各种指标都在显示下跌的趋势 这些下降 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钱袋子和生活品质 感觉整个社会都在经历一阵寒风 股市的情况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悲观情绪 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大关 这可是心理和实际意义上的重大关口 让无数投资者感到焦虑不安 而那些债务数据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 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务 金融系统债务加起来的天文数字 简直让人责舍 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它的规模 更在于它背后隐含的风险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如果债务持续增长 而经济增速却跟不上 那么整个经济体就像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随时可能跌倒 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政府 企业还是普通民众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跌字确实折射出了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和经济状况 面对这种局面 人们既担忧又无奈 只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经济和生活都能重新站起来 一少年 胡新宇的悲剧事件 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 这个年轻生命的意外事事 不仅给家人带来了深深的悲痛 也引发了公众对于真相的深切关注 据报道 他在失踪一段时间后被发现已经去世 而警方的调查结果认为是自意死亡 然而 这一结论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反驳 有细心的人士通过调研和对比实验 发现了许多疑点和破绽 认为胡新宇的死亡现场可能被人为伪造 其实是一起他杀事件 更有甚者 有人怀疑胡新宇可能是遭到了所谓的活摘器官 虽然这种说法极其严重 但他反映了公众对于此案真相的强烈需求 以及对于司法公正和透明度的担忧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真相的追寻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胡新宇的案件不仅是一个悲剧 更是一个触发社会广泛讨论和反思的事件 人们期待通过法律和公正的调查 能够揭开事件的真相 给这个不幸少年以公道 同时也让社会对于未来的正义 保持希望和信心 一首歌 刀狼的新歌《罗刹海事》一出 就引发了全民热潮 成为了2023年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这首歌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播放量爆炸 还激发了各种形式的改编和翻唱 从河南玉剧到京剧 从古琴到琵琶 甚至走出国门 成为一个跨文化的现象 这种广泛的传唱和创作 本身就证明了这首歌的巨大影响力 这首歌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也许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 更像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人们心中的疑惑和不满 在华丽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中 听众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出口和精神的寄托 这种深层次的共鸣诗 《罗刹海事》能成为现象及作品的关键 新冠病毒自从2020年在武汉爆发以来 就对全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这场疫情反复无常 时而平静时而爆发 给人们的生活核心理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去年末到今年初 中国大陆的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 导致了巨大的生命损失 而进入今年 尤其是9月份以来 疫情似乎又有了新的活跃期 多地出现了医院超负荷运行 闭馆和火葬场爆满等严峻情况 大量的生命和健康正面临着危险 这9个亿工程涵盖了各个领域 从文化 政治 经济 到社会生活 都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当前中国的种种危机 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核心领导人 自然在这些问题中占据了关键的位置 而这9个亿工程的反馈 就是对习近平三连任后的首年工作最大的褒奖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